剛才說到你揮下二百多個對手 拿了全港走廊歌星大賽的冠軍 對嗎? 是 贏了之後有什麼獎品? 贏了當年有一萬元現金 OK 還有可以簽TVB的合約歌手 事後也有蔡編君公司簽我等等 也是范亞簽了我拍戲 就是加和的subsidary 應該是成龍哥哥哥的公司 當時你贏了之後 TVB有個來源合約嗎? 或者是跟你談談 他有一個歌星合約 當然你做歌星合約 你可以上他的節目 他安排你上節目 也有拍電視劇 我拍了一個是《城市故事》 《城市故事》是不是溫少倫 曾禁明那個 有Bency龍哥哥 是的 很厲害 因為那時候拍很害怕 不懂得 原來不用跟隨台詞 但你不需要進訓練班學嗎? 不用 直接 你已經要做了 不是做主角 是做一些角色 但也是開心的 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如果你對手好像Bency龍哥哥 他非常好 但是他有時候會弄你 他原本的台詞是要說 吃飯了 我當然一直在等著他說 你吃飯吧 接著他 他不說 OK 然後我問Angie你不說 原來他說了甚麼? 肚子餓了 你怎麼會想到他吃飯呢? 你這樣玩過 是… 然後再來過 對手是好的 家人也會做 然後他覺得很棒 他很不錯 而且他很棒 他很棒 除了電視 你好像都拍過電視 我拍了幾部電視 最難忘就是… 是否做打的角色呢? 打的 因為他這部電視是陸建明導演的 是好朋友的 找了三男女 三個男主角就是呂亮偉哥哥 吳啟華 還有這個是方忠信 女的就是我 關芝林 還有利志 哇 就說我們在 外外唐人街 我們要在倫敦拍攝 鬼那麼冷 他就要我扮個烹梅 每一天臨出場 就要拒絕到頭很高 又會下雨會軟 要穿個奴背 最難忘的是要打 因為有一部分 我和利志很喜歡呂亮偉哥哥 原來呂亮偉哥哥 我是她的左右手 她當我是妹妹 有什麼事我也想幫她擋 她當然喜歡利志姐姐 當你妹妹 我就爭她 我們兩個要打 誰知道因為利志不懂得打 我也不懂得打 就是一個問題 她就要扮李小龍 你三腳這樣踢我 由這裡腳 然後腿和臉 然後踢三次 母子就說 如果我懂得打 我就自然會做反應 她差不多了 我就不可以 如果她懂得打 我不會的 所以她會打我 我就能做到反應 但我兩個不懂 我就要眼吃 真打 真打 NG不像 哇 我一直哭 即是哭一哭 就敲頭聽 是呀 我煮了 然後利志過來 對不起 我說我知道 連導演也過來 我說你眼吃 又說NG了 因為有時候 她已經打了我第三次 我開始有點這樣 鼻子 我知道你快要打我了 因為痛 不行 你一定不可以做 不知道 導演也過來 我說等你這個鏡頭 收工 很辛苦 你做完立刻哭 是呀 很辛苦 自己覺得 我唱歌也挺厲害的 為什麼要拍戲 原來拍打是這麼困難 會不會因為這個經歷之後 不敢再接戲呢 沒有 我接著有拍了一個舞片 泰迪羅賓的 有肥媽 小心間諜 有肥媽 有我 有很多人 有理智的鏡 有理智 是呀 都是我們公司 這次不用打 不用打 OK 唱歌 唱歌 是容易 是笑片 有軟人天使 有很多人 每個都有 有講者 很開心的 唱歌 有很多人聽的 有一次我又要拍另一套戲 是黃晶的 做別人的情婦 那個也是笑片 但打戲 真的不是很敢接 原來打戲 都是很精力 真的要做些準備功夫 或者自己訓練練習一下 或者對手是會打 打戲 我看你其實是電影和電視的作品 不是太多 是否因為覺得都是唱歌比較適合 接著回去自己的腦本行 都是 第一 第一 我要做很多功夫 你不要介意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當時 其實是否個人的性格 不是很羨慕 去爭取多一些演出的機會 也是的 我不是很激烈的 因為在娛樂圈你什麼都要靠雙位 你要靠主動的 你要很主動 而且你是要很肯去搏 但是我很感恩 因為好像你說 我很多不同類的嘗試 我舞台劇都很感恩 終於都讓我嘗試到 然後舞台劇又是另外一個風味 但是很多硬勢 因為當年我現在厲害了 什麼意思厲害了 我現在懂得看多了中文字 而且現在你看到的趨勢 很多兄弟主媒在TVB那些 不是很懂中文那些 他可以找一個助手 或者老闆或者監製 導演是包容你 不是很懂得看中文字 你明白我講什麼 但是當年我那一年 我不懂中文字 不是那麼著數 現在我厲害了 因為現在懂得看多了 因為人都對著 當年你講八十年代 我的中文字真的很差 那你唱歌的歌譜 自己拼音了 是的 就是唱中文歌 自己拼音了 是的 真的很辛苦 那就是要帶著歌書 周圍 是的 要拿著別人 真的很淒涼 其實也不是淒涼 看到一些好朋友 例如怎樣呢 如果你是歌手 有些就肯借歌書給你 是的 有些是不會借給你的 哦 有別人自私 是的 因為當然有這些人 當然有好人 但是有些譬如他願意借給你的 我不懂得看 我借給你 我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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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那時候 更加不會怎樣 aggressive 去做這件事 有機會的 好像那幾次拍戲 導演也很好 老闆也很好 容許做些給一些劇本 你也知道現在有些拍戲 是的 是沒有劇本的 是的 爆肚 是的 有些是可以這樣做 有些是不可以 我真的要做些功課 我沒有 我又很害怕 弄到別人拖曼別人 我就不想這樣 因為你弄不切 是的 因為我也是編劇 比如說我們有手詞 那些戲即場去到現場 立刻改 立刻寫 寫完之後就給那些 但如果你包容好像你的 OK 你知道這個藝人是不懂的 不介意的 OK 如果我看到你又好像 這個藝人是不懂的 是 是不是 其實都是很開心的 暫時遇到那些朋友 或者監製 或者導演 每個人都很友善 肯教 或者融洽一些 或者會特地 其實他找到我 他是為我而設的 那個角色 他覺得 你做個警察 或者什麼 你有夠白氣的 做個村長 那他都是為我而設的 都是開心的 或者會 還有多些機會 拍 我都不知道 是 但是現在也有節目台劇 那 微電影 我最近剛剛拍了 就拿了獎 跟尹洋明 是啊 很開心 還去了大陸拿獎 當然不是我的功勞 是 每個人的故事 他又被我發揮 那 那個故事 可否說多一點 那個故事很好 他叫做愛你懂嗎 是 我的導演 監製叫D.D.Chuck 我不太記得他的中文名 他很好 為什麼呢 那個故事 他故意找一些有殘疾 人士 我怕我說錯 是 即是有disability的朋友 他有一個 他故意找一個故事 譬如尹洋明 這個愛你懂嗎 有三個故事 關於愛 例如 兄弟愛 夫妻愛 這三個故事很短 是的 但我跟尹洋明 那個人贏了 就說什麼呢 她是我的先生 她就 經常顧著兄弟 還有她做飲食 天天煮飯 煮飯 沒有空管我 那我呢 就是一個很聰明 很厲害的 讀書很厲害的女士 小時候跟著她 就放下我的理想 你知道嗎 你也是誰 放下我的理想 然後她做一個煮飯婆 幫她照顧她的父母 但是一個就是這件事 你寫開野利明的 有時候是一個導火線 我一直想她愛我 你經常罵我 想跟你在一起 你又罵我 慢慢直接 加下加下 怎樣是導火線分開呢 就是 今天是我們結婚周年紀念 我穿得 嘩 鬼火那麼漂亮 就上去了 那好吧 我們今天吃飯 我會說 什麼 我趕時間 今天很忙 我當然很失望 你記不記得 今天是什麼日子 忘記了 那好吧 我們離婚吧 通常去到一個點 就在這一下 就來了 那就分開 對 分開了 觀眾 你懂得是甚麼意思 她就在想辦法 去哭泡 她記得有一次 我就牽著她的手 去一個店 看到一個龍啞的商店 就織手簾 是 我很喜歡 買給我 買甚麼 吃飯 那些 她就特意去學 她想買給我 是 找到那個對手器 跟龍啞的人 很不錯 她就阿雯又明 我想買這個手簾給上次 我的太太來 原來她 她遞那個紙給她 原來這裡不可以買的 她是買一個工具給你 自己做 給你太太 或者你的弟弟 或者你的小朋友 他就學 那個戲就是這樣 很不錯 這個故事 那是真人真事 還是那個編輯 她說 導演 她說 是經常都 事實是 我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都認識 很多兄弟姊妹 有時候家人吵架 就是因為好小事 是的 有時候 老公不是不愛你 但是又是老粗 沒有讀過書 是 罵人 其實她的心 可能很愛你 但是有時候 就是你不珍惜那個時刻 是 那你就可能 沒有了 那是挺好的 這個故事 OK 我們去下一節之前 我們想問一下 你本身 如何去平衡 你家庭生活 以及你自己的工作 我怎樣平衡 其實不需要怎樣平衡 因為我的家庭 就是我的工作 我每一次 我覺得每人 有一次 有個朋友都問我 你的推動力是什麼 誰是你的白樂 就是我的家庭 以及我的宗教 我如果不是要照顧家庭 或者我有我的宗教 我根本不好事 所以我是這樣平衡 我的家庭 以及我的工作 可以的 OK 好 那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第三節